人们总是习惯把那些不同寻常的事情称之为神奇的事情 比如这件事情的发展根本不合常理 不符合人们处理事情的习惯等等 春秋时期有一名名叫和驴的吴王 她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公主 被人们尊称为藤玉公主 年方十四五岁 还未出嫁 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叫圣玉公主 有一天 吴王打算商量出兵征讨楚国的一些事情 于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围坐在一起吃饭 期间吴王一边吃饭一边说出他要对攻打楚国的一些想法 想听一下家人的观点与建议 恰巧在餐桌上有一盘清蒸的鱼 这条鱼是刚刚从河里钓上来的 十分新鲜 吴王吃了这道菜之后觉得很好吃 就把盘子里仅剩的一些鱼肉夹到女儿的碗里 想让她也品尝一下 谁曾想到 童玉公主看着碗里的鱼十分不开心 突然间她用手用力的拍打桌子 怒声说道 你把没有吃完的鱼放到我的碗里 分明就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太过分了 我宁愿以死来抗议你对我的侮辱 看着女儿的所作所为 吴王十分吃惊和不解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没曾想 童玉公主真的就立刻去拿剑刺杀身亡 仅仅因为半条鱼 童玉公主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大家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真实的 只是一个玩笑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真实的发生过 这在东汉时期的编写史书《吴月春秋》里 就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详细描述 公主的自杀让吴王十分自责 痛哭不已 最后她还把公主安葬在了位于国家西门的昌门附近 那么 童玉公主的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传说中的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太湖就是为了安葬 童玉公主而开凿的 当然 这个说法肯定是瞎扯淡 所有人都知道 太湖并不是人工开凿 而是自然形成的 但是 这里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 那就是吴王已买的墓葬群 一般就是在太湖之中 要想在太湖中建造墓地 这个难度在古代可想而知呀 传说 童玉公主死后 给她送葬的人就多达上万人 而这上万人是哪里来的呢 这个就跟之前相传的太湖墓也有关了 话说童玉公主的墓地建造好了以后 老百姓都通过墓道进入墓室里来看热闹 突然 出现大队的士兵将他们往墓室里赶 一些人站立不稳 被拥推到墓室里 等最后装的差不多了 墓室的大使们从上面刷的落下 就将这送葬队伍和纯粹看热闹的老百姓关在里面 最终 这上万人都给童玉公主当人训了 当然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我们今天就不得而知了 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童玉公主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半条鱼显然只是自杀的导火线 五月多壶 鱼是家常菜 又不是什么高级东西 他离死之前曾经说让吴王给他吃剩下的鱼 是对他人格的污污 只是吴王到底怎么侮辱他了 让他不惜以此明智呢 现在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用正常的逻辑思维来分析这件事情 只能天满行空的想象了 有的人们认为 那半条鱼确实是吴王剩下的鱼 简称圣鱼 和公主的名号圣鱼两个字谐音 在他看来 吴王把剩下的鱼送给他 根本不是心疼他 而是在嫌弃他 觉得他年龄这么大了 没有人愿意娶他 只能待在家里 因而公主才会十分气愤 失去理智和思想 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 这种说法却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 恐怕除了当事人之外 谁也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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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